日方擅自单方面决定把核废水排入海洋 对外转嫁负担和风险 致国际社会 特别是亚洲近邻安全利益与不顾 极其自私自利 作为日本近邻和利益攸关方 中韩两国为维护本国人民身体健康 和国际海洋环境 对日方不负责任的做法 表示严重关切和强烈不满 日本声称核废水安全 凭借的仅仅是单方面掌握的数据 完全没有说服力 揭露负责运营福岛第一核电站的 东京电力公司篡改数据 隐瞒不报的爆料 证言 报道 难道还少吗 种种劣迹在前 这些缺乏国际机构等第三方实质参与 评估和监管的数据 靠得住吗 日本一些政客费尽心思 想要证明核废水清白 那就请他们把核废水用来饮用 做饭 洗衣服 或者灌溉 请他们保证海产品不会被核废水污染 请他们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建议 从包括中韩在内的有关国家 合作成立技术工作组 开展评估 日本别以为得到了美国的感谢 就吃了定心丸 美国身体很诚实 一边点赞 一边禁止日本大米 鱼类等产品进口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强调 由于辐射和核污染相关的公共卫生问题 已经加强对日本受管制产品的监管 对美国这种政策 不知日本方面做何解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